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请把这张图 首先这边点一下 它就变成全选了 然后接下来呢 各年进口 各年进口 这个金额 请改回来变成群主这条图 我改到它了 我要改的是这 各年进口金额的群主直较图 好 各位我要讲一下 因为在颜色表现方面 视觉化分析 除非你的老板看不懂 它就是对于颜色 它不计较 通常我们会把这个最高 用最深的绿色 然后这个最低 用最深的红色来去呈现 好 当然也可以不呈现 但是我觉得视觉化分析的意义是 不能都用相同颜色 所以怎么做呢 好 首先 首先 就是针对这一个 资料的格式 对不起 我们改成用 用进口金额的 不对 不是进口金额 我们用格式 格式就是这一张统计图表的格式 然后点选 点选这里面是不是有资料色彩 针对资料色彩 我要写一个小小的函数 小小的函数 就是用方讯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值 这个值啊 我希望用的是 进口 的 金额 进口的金额 那如果 如果 最小值 最小值 我们给它红色 然后 最大值 给它 这边没有绿色吗 更多颜色里面的绿色 确定 绿色 可以吗 最小值 最小值 就是 进口金额 总和 就是把它加总起来 然后最小值是红色 最大值是绿色 确定 有没有看到 最小值是不是红色 最大值是不是绿色 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这张图 这就是视觉化分析 就是让别人一看到 大家会很习惯去看红色 对吧 红色 还有最明显的这个绿色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这就是视觉化分析 好 进门 动手 做 好 好 谢谢大家